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健康的话题 那么谈到健康每个人都说非常的重要 但是真正为健康做了哪些事 那就并不是每个人真的做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话题 就说明说我们这群人不单认为健康重要 我们还为健康开始付出的行动 开始花时间去学习有关健康的知识 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而且对未来健康出状况的时候 我们更会懂得如何去让自己更健康 所以相信当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聚在这边去探讨健康话题的时候 我们自然去到医院的时间会少一点 所以健康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付出行动 那么什么是健康呢 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重要器官没有重大的疾病 第二呢是我们身体有基础的免疫力 这是我们对健康最基础的要求 但是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来讲 他健康呢是一种立体的综合的 定义是当我们要健康的时候 不单单是包括区体上还包括了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能力和道德健康 所以相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我们健康呢是有层次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维度 所以当我们未来去关注健康方面的知识 健康方面内容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会关注区体和生理健康 我们会关注到心理和心灵的健康 反过来心理心灵人际关系和道德价值观层面的健康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躯体健康 那当然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我们最先关注的是呢 躯体方面的健康 我们认为呢 躯体健康对我们最直接最重要 因为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日常生活 那健康到现在为什么会那样重要 对我们来讲呢 提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以前呢我们没有那么关注 我们只知道它很重要 但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关注 是因为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我们的衣食住行已经解决了 就解决了基础的生存问题 所以当我们生存问题解决完之后 自然会呈现出新的一个需求 叫做安全的需求 而在安全需求里面 对健康对财务安全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同时 对健康的渴求呢 会显得越来越强烈 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呢 能够健康 能够长寿 能够过上呢 更高品质的生活 而且呢我们做事业 赚钱 我们以前呢 所有的能够得到的 这些成功的结果 我们更希望呢 能够更久的去享受它 所以健康的需求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的层面会越来越重要 那么对于我们以前来讲 当我们身体有问题之后 我们的习惯就是去医院看医生 但是现在呢 因为疾病谱和死亡谱的变化 我们会发现呢 包括这些慢性非传性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 去到医院之后 我们又会发现说 它没有呢 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 大部分人会告诉你 高血压要一辈子吃药 降糖药呢 也要一辈子吃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在什么时候吃药呢 就是在生病的时候吃药 那当我们一辈子吃药的时候 就代表着说 我们是一辈子 没有把这个病给它医好 所以很多人都明白了 慢性非传性疾病 单纯呢 靠医生是医不好 记得慢性非传性疾病的 但又不知道呢 如何去处理 就容易呢 又从社会上去找一些偏方 所以开始呢 保健食品的流行 以及各种各样的 医疗方法的流行 我们都会去选择 比如说有人开始吃东凶下草 吃院窝 吃人参 有的人去打干细胞 所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很多人都做了 但这些呢 都没有呢 根本的去解决我们的健康问题 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是没有改变一个观念 就是把我们的健康呢 交给外面的一些神药 甚至呢 找一些神医 各种各样的大咖 来解决健康问题 后来发现呢 忽悠的成果非常的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是因为虽然我们经济上富有了 那么因为改革开放时间非常短 才40多年的时间 我们在健康方面的教育是缺失的 特别是我们50后60后70后 在小学中学阶段呢 很少有关健康的教育 90后00后10后还好 因为我们现在小学开始就有了 膳食宝塔 我们中学开始就有营养素 维生素ABCD的功能 而对于我们以前这群人来讲 跟他们讲到维生素A的功能 讲到维生素B的功能 我们都还要怀疑一下 它真的有那个效果吗 其实呢 这些都在书上 我们都已经写得非常的详细 这些营养素对我们人体 都会有一定的功能 所以恰恰是我们健康方面 教育的缺失 所以我们希望呢 透过呢 我们的沟通交流 慢慢的能够呢 让大家明白 健康呢 一定呢 是自己承担责任的 健康很重要 有的人把健康比成一 后面呢 很多零 这些零呢 就代表着我们的学士 才华 金钱 等等 我们追求的东西 那么这些零月多 也代表我们人生 也有价值 但核心呢 这个一是非常重要的 那中国人本身 是非常关注健康的 因为呢 我们的中医学 在中国呢 已经深入民心了 但是呢 对于现代的健康理念 健康观念 我们很多人呢 并没有学 所以呢 虽然我们很关注健康 平时我们也会吃一些中药 吃一些高方 吃一些食补 但是呢 最终的结果 我们会看到 我们现在的数据 中国现在的高血压人口 有3.3亿人 还有1.3亿人 是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 我们的糖尿病的人 已经达到了1.14亿 超重肥胖呢 已经超过了4亿人 脂肪肝患者呢 已经超过了1.2亿人 2020年 中国统计 新发现的癌症患者 达到了457万 2020年死于癌症的是300万左右 心血管疾病加脑血管疾病 2020年加起来的死亡人数 大概是350万左右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加上癌症 一年的时间在中国 大概去世的人口是650万 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我们老龄化的加快之后 我们中国现在的疾病谱 和死亡谱出现了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去世的人数 主要就是慢性病造成的 在1990年 死亡人数排最多的是 下呼吸道感染 在2017年 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中风 呼吸道感染 主要是续筋和病毒的感染 而现在的死亡人数 主要就是慢性非传性疾病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因为像下呼吸道感染 以及新冠疫情 它的因是非常简单的 不会就是续筋病毒引起的感染 而慢性病像中风 它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所以对于续筋病毒 我们可以很好的控制 因为只要控制住它的传染源 我们就可以控制这种疾病了 即使像新冠病毒 这样的一个 在全世界试炼的 这样的一个病毒 我们想要控制 都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因为只要把这个传染源 控制住之后 我们感染人口就会急剧的下降 那么对于慢性病来讲 我们就无法去控制 因为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压可能就是 我们吃盐太多造成的 可能是我们吃油脂太多 造成血管堵塞的高血压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情绪压力 造成的高血压 所以有这么多的原因 我们就很难去控制有关慢性病 因为慢性病主要是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三餐饮食结构造成的 所以国家可以让我们戴口罩 可以做核酸检测 可以打抑防针 但是它无法管我们 一餐要吃几碗米饭 管不了我们一餐要吃多少油 管不了我们一天要吃多少食物 也管不了我们要不要熬夜 我们要不要喝酒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生活方式的问题 就无法靠别人做管控 而恰恰现在的慢性 非传性疾病的原因 多在于生活方式 所以因为生活方式问题 造成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未来国家要承担起 非常大的责任和经济负担 而且我们普通老百姓 如果在这方面 不再进行知识更新的话 一定会干扰到 我们的每个家庭的生活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 我们要强调 就是健康的问题 它一定是靠自己 只有治病才去找医生 所以在这边区分一下 治病和健康的概念 那么治病呢 我们是交给我们临床医学 就是我们所说的医院 所以大家知道说 我们去医院是干什么的呢 去医院是治病的 去看病的 在医院呢 它用的医学叫临床医学 那临床医学用的基础理论 叫基础医学 除了基础医学之外 我们还有医房医学 我们还有体检学 我们现在新的叫健康管理学 这些我们用的都是最基础的医学理论 那么在这医学理论里面 我们会有分科 所以他们会有自己的边界 那么治病临床医学 它主要做什么事呢 就直接面对疾病和病人 直接实施治疗的科学 叫临床医学 所以临床医学的概念就是 这个病人来了 他有哪些症状 我直接针对病人和症状 来实施治疗 这是临床医学要做的事 所以临床医学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医 就是近代的西方医学 那么近代的西方医学 它在临床上已经积累了很多 急性非传性疾病 和外伤的方法和措施 所以我们看到说 现在手术是越来越发达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心脏大小手术 我们现在的肺节节的手术 以前都要开胸 而现在外科手术的发达之后 这些都做微创就可以了 那么西方医学 不单是对外科手术 和急性非传染性疾病 具有很好的应对方法 而且还建立了 相对教育完善的 应对传染性疾病的 抑防和控制体系 所以临床医学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医 对急性非传染性疾病 急性传染性疾病 和我们的外科手术 那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 它都会有局限性 因为它是对症状和病人 直接实施治疗 所以当我发高烧 它可以用退烧药 当我有续筋感染 它直接用抗生素 去消灭了续筋 所以对这些阴 比较单一的问题 它的处理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阴是四目方式造成的 所以这些阴是非常多的 所以它很难去控制我们的阴 比如说高血压 可能是我们吃炎太多造成的 可能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 等等其他很多因素 那么它的一个表现症状 就是高血压 所以去到我们临床医学医院的时候 医生是无法控制我们的生活习惯 他只能做建议 但是他控制不了 我们一天要吃几碗米饭 吃多少油脂 吃多少盐 去到医院里面 他无法控制这阴 所以对临床医学来讲 只能对慢性病的果进行控制 比如说血压很高 我就吃降压药 血糖很高 就吃降糖药 所以我们说临床医学 就是我们所做的医院和医生 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他所做的事 就做的是症状控制 这是他的职责和边界 而慢性病单纯的症状控制 并没有让慢性病彻底的好转起来 因为它的因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对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 我们都会有局限 那么恰恰因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是现在中国发病率最高 死亡率最高的 所以如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任由这样的一个症状和状态 发展下去的话 第一个国家承担不起 那么多的一些医保费用 第二个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健康状况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就会开始从另外一条路入手 这条路就叫健康管理学 健康管理学也属于医学 只是它和临床医学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 临床医学是对症状疾病直接实施治疗 健康管理学是针对这些疾病症状 引起的危险因素进行调理和调控 只要管控好这些危险因素之后 自然我们的症状就减少了 那比如说由于吃盐太多造成了高血压 我只要把盐减少了 跟我血压就下降了 所以健康管理管的是 引起这些问题和症状的原因 控好原因之后 果自然就改变了 所以这是新的一门学科叫健康管理学 近年在很多的大学开始这门课程 那健康管理学是近这20多年的事了 那对中国来讲 就认为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十三五规划之后 我们提出了大健康建设 把提高全民健康管理水平 放在国家的战略高度 根据国家的规划 群众健康将从医疗转向疫防为主 从治病为中心转向于健康为中心 不断提高全民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 所以国家在提大健康建设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建设规划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国家的思路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 当大健康建设提出来的时候 就明确告诉我们 慢性病不能只靠医院 所以我们说的慢性病必须走另外一条道 医院是控制症状 不能够没有医院 因为很多的急症需要医院来控制的 但是要彻底的解决慢性病问题 必须走另外一条路 叫健康管理的路 健康管理用的也是基础医学的理论 但是它研究的方向是 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们说的 从治病于中心转向于健康为中心 这是国家告诉我们说每个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健康的责任 所以治病 它的第一责任是医生 医生为我们的病负责任 但健康 它的第一责任一定是自己 所以自己要懂得如何让自己健康 所以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是要不断提高民众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 所以在未来 我们一定会发现国家会在多维度 全方面的进行的健康管理的教育 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我们跟卫健委中央电视台底下的一个栏目 叫健康中国 我们做了很多的洽谈沟通交流 他们接下来会在电视端 在手机端 在线下做非常多的健康教育 所以要解决健康问题 教育一定要先行 因为慢性病不能靠国家管控 国家如果管控得好的话 就会像新冠疫情这样给它管控 但大家都知道 国家无法这样去管控我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最核心的就是教育我们 开始关注健康 教育我们开始要为健康花钱 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民众健康 它接下来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所以2020年大健康产业是有8.8万亿 到2030年将要达到16万亿 那是在中国GDP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不单单让我们健康 而当我们关注健康的时候 我们就要为健康买单 所以以前国家让我们买车 它就有政策让我们买车 有政策让我们买黄 接下来国家除了让我们买车买房之外 接下来一定会让我们开始买健康 因为如果你不开始在这方面花钱的话 健康一定会出问题 这是国家大健康战略给我们的一个思路 第一个我们的健康不能只靠医院 必须继续加上另外一条道 叫健康管理的这条道路 第二个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健康教育 教育之后我们就要付出行动 付出行动除了开始运动这些之外 我们就会在健康方面的投入会更加多 所以这就是国家给我们的方向 健康管理学是一门学科 我们可以买一本书叫健康管理学 是商务规划的大学教科书 基础的理论都在健康管理学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学健康 我们学的是专业化系统化 而且是权威的教科书 有很多有关健康的书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都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 但是我们在学健康管理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学的是最专业的 最权威的就是大学教科书 我们可以买很多的书 有些书它属于个人意见 我们可以仅供参考 因为个人意见有赞成的 有反对的 但一旦形成大学教科书的知识的时候 那就是大部分专家学者 认可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不管哪一个教授来编 他都不会超出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推的大家学习的书一定是 系统的专业的大学教科书 你说能不能看得懂 其实对于健康管理学来讲 大学教科书并不太深 因为它最后还是一个普及的内容 所以我们慢慢的 我们开始有专业书去学去看 所以不单单是要去听 我们课程结束之后 一定要开始学会去看书 因为它是一个我们的新的能力 健康管理的核心一定是在于教育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来讲 他不太认知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有病就去到医院打一针 或者去挂瓶 这是我们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动作 就是把我们的病交给医生去解决 这个动作在传染病时期 它是可以的 但是在慢性病的时期 这个动作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必须要自己负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就是开始学会一套健康管理的方式方法 所以健康管理的核心一定在健康教育 所以健康管理是一套完善周密的程序 在健康管理学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以下动作 叫医学二改三减四降 一定要学会一套自我管理和日常保健的方法 学完之后要改变不合理的饮食习惯 和不良的生活方式 有医学二改之后 就会做到三减 减少用药量 住院会 医疗会 四降 降血脂 降血糖 降血量 降体重 就是降低慢性病风险因素 但核心在医学和二改 学完之后改三减和四降 它是一个结果 它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健康管理对哪些人群要管呢 第一个就是健康人群 有些人会把健康管理 只是变成抑防医学 抑防医学和健康管理是不一样的 抑防医学它偏向的是在抑防 个体抑防和群体抑防方面 就是我们以前的疾控中心 所承担的责任 这个是叫抑防医学 所以一般学抑防医学的 都是去到了疾控中心 那健康管理学最根本的 就是要针对个人 所以健康管理呢 首先第一个管健康人群 我已经很健康了 但我希望持续健康 继续健康 活得更加健康 这群我们做健康管理 那大部分的呢 是属于亚健康人群 需要的一个健康管理 我呢好像呢 身体没有问题 但是呢我的身体 又是觉得哎呀失眠啊 晚上睡不着啊 疲劳啊 好像很多这种状况 如果呢去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呢 身体可能会有一些 脚上腺结结啊 乳腺增生啊 肺部结结啊 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又暂时呢 不需要医学来处理 那么问医生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逆转 医生只是告诉我们 水访就好了 水访的意思呢 就是不断体检 不断检查 有一天还是要手术啊 所以临床医学的边界 它没有呢 说让这些节节呢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去逆转 但对于我们来讲 这些节节 肌瘤 狼肿 宣威化 在我们的病理学里面 它都属于呢 适应性变化和可逆性变化 但是呢 这些适应性变化 可逆性变化 其他临床医学呢 它是没有很好的控制手段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做教育的 就是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让自己的这些问题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 因为呢 在病理学里面 这些都是可以呢 逆转的范围之内 所以对亚健康人群 是最重要的 就是做健康管理 那当然已经是有疾病的病人的 健康管理呢 不单单是辅助他们治疗 还在看护方面 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健康管理是针对 所有的人群来做管理的 这是一本比较新的学科 所以呢 很多人并没有接触到 所以我们需要呢 通过更多的教育呢 让大家来理解健康管理 那么健康管理是一种新型的能力 就像我们以前呢 骑摩托车 我们后来呢 考个汽车驾照 这些呢 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 相对来讲 我们的人体 这么精密的人体 我们从来没有去学过 我们也没有考一本驾照 如何管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管好我们自己的健康 那么以前因为呢 经济水平比较低下 我们忙着呢 赚钱 忙着创业 忙着做事业 忙着很多事 我们没有办法呢 重新开始呢 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而且呢 在事务上呢 我们一直认为说 有病看医生就可以了 但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 我们的经济水平的提升 我们就发现了 自己开始要承担责任了 我们对自己的健康的把握度 对家人的健康的把握度 自然就越来越强 不会呢 造成呢 即便乱投医 既不会说 我不相信医生 更不会呢 依赖医生 更不会去依赖 外面的那些 所谓的神医和神药 因为呢 健康主要是把握在 自己的所中 所以我们说 健康既是一种能力 更是一种责任 因为当一家人 有一个人住院 我们会发现 我们家的工作秩序和 那个家庭秩序 全部都乱的 所以我们说 健康为自己负责 为家人负责 反过来说 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 所以家庭健康 是全民健康的基础 所以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民小康 以前认为 小康只要有钱就可以了 现在认为 如果没有健康的话 小康也很难实现 所以我们在实现 共同复益的过程当中 健康在这里面的占比 自然会越来越大 那么国家告诉我们 个人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 我们再强调 治病 医生是第一责任人 健康 自己是第一责任人 自己要开始学习 很多朋友说 不动学 你告诉我怎么吃 你告诉我怎么用 就可以了 我说第一个 你很难听话 第二个 你不知道原理 但我们身体健康 时刻催状况的时候 没有人会在我们身边 除非你专门 雇一个家庭医生 时时刻刻盯着我们 普通老百姓 很少会做到 这样的一个健康管理 所以像老牌的 那些大的资本家 富人 他们都会有 整个的健康管理团队 在身边的 当然这一笔 费用的 是非常多的钱的 但是我们 没有这样的 健康管理团队 所以我们自己 要来学 所以我们说 健康管理的责任 一定是自己 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 我们以后很有钱的 但是我们的健康法 会出问题的 所以我们讲 不管在哪个职业 不管在哪一个 那个位置上 我们都要开始 懂得健康管理 每个家庭生活习惯 不一样 工作环境 不一样 家庭组成 不一样 所以慢慢的学完之后 会形成一个 自己的一套 家庭健康管理的方式 来保证我们家人的 每一个人的健康 我们讲到这么多的 健康管理 其实无非就想让我们 健康的活得更久一点 就越来越长寿 所以寿命 也是我们 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在十四五规划里面 中国的平均寿命 想要增加一岁 所以我们看到了 整个国家 也在希望我们的寿命 越来越长 虽然老年化很严重 但是我们每个人 都想活得更久一点 没有外延的情况下 理论多少岁才叫做 寿中正寝呢 因为根据生物学原理 人的寿命是 他生长期的五到七倍 就是哺乳动物 生长期接受之后 五到七倍的年龄 就是他的理论上 能够活的年龄 我们也是哺乳动物吧 我们最后一个器官 发育成熟 就是我们的智齿 我们四颗智齿长期的年龄 乘以五到七倍 就是理论上 我们能够活的年龄 大部分呢 四颗智齿长期的年龄 是在25到35岁 那有的人只长两个 那么25到35岁 乘以五到七倍 我们大约能够活 120到150岁 那根据生物学的规律 人的寿命是 性成熟期的八到十倍 所以大部分呢 性成熟期在13岁到15岁 所以由此追断 我们也可以活到 120岁到150岁 根据细胞分裂的理论 我们细胞呢 染色体上有一个叫端粒 那么这个端粒呢 我们细胞每分裂一次 端粒就短一点 再分裂一次 端粒就短一点 当端粒没有了 细胞就不再分裂了 所以我们正常的细胞 能够分裂40到60次 周期大概呢 是2.4年 平均分裂是50代 所以按照这个理论 我们也可以呢 活到120到150 就是理论上呢 人类的寿命是120到150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是没有活得那么久的 在奴隶社会呢 人类的平均寿命 只有25岁 在封建社会呢 平均寿命只有35岁 但主要是战争还有呢 夭者 这是占比比较多的 那现在全世界平均寿命是70岁 中国人均寿命是77岁 美国是78岁 那中国在十四五年之内呢 增加一岁 所以我们的寿命会跟美国呢 持平 那过去每100年才增加一岁 那么现在呢 因为基因工程 社会工程的突破 我们的平均寿命 每10年增加1.1岁 那么中国因为呢 发展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们每五年 就要开始增加一岁 因为整个的发展速度 以及基础的这些医疗 然后个人的健康教育 所以国家当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最主要的要开始做的 就是健康教育 所以我们以前一个大师人 杜福老先生说过 人生其实古来西 那是在1200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的人均寿命只有28.5岁 所以当人均寿命只有28.5岁的时候呢 要活到70岁当然是非常难的 但现在呢 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7岁 所以如果我们只活到70岁 那已经是拖国家的后腿了 从省份来排的话呢 平均寿命最长的排第一位的是上海 第二北京 第三天津 第四浙江 第五江苏 上海北京的人均寿命都超过80岁以上了 所以如果上海北京呢 寿命第一80岁以下 那也是在拖国家的后腿了 所以现在的生命呢 是已经越来越长了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重新划昏了呢 那个年龄段的标准 0到17岁呢 叫未成年人 18到65岁叫青年人 66到79岁叫中年人 80到99岁叫老年人 100岁以上才叫做长寿老人 所以这个当然是根据生理来划分的 不是跟社会划分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60岁退休 我们都非常的年轻的 因为呢 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大家的自我健康管理水平越来越高 自然我们的寿命就越来越高了 我们说自然寿命 寿终正寝 正常会活到120到15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群人 经过了自己的健康能力 不断加强之后 我们呢 能够健康的活得更久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定第一个目标 就是大家都能够健康的活到 100岁以上 这个是可控的 当然也有一言加一策 20年过后 我们对肿瘤 对慢性病的控制 会比现在呢更强大 所以呢 我们也有可能会活到 150岁以上 只要你能够呢 在这20年当中好好地活着 那当然这只是预测 但是我们现在可控的 就是凭借受用80岁 可控的 我们有可能会健康地活到 100岁以上 那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当然要付出 要开始多学 多行动 多跟做 跟健康有关的动作 所以我们说21世纪是个长寿的世纪 人人都可以活到100岁 2000年出生的婴儿 都将看到22世纪的曙光 所以我们说 现在呢是一个长寿世纪 而且特别在中国 平均寿命越来越高 所以在这么长的寿命当中 我们呢就必须呢 开始懂得自我管理健康 感谢观看